現在李總統代算是存不兩禮拜 中國主席習近平就說一定要通院 有學者認為說這有影響 臺灣代算的意圖 他說這種的說法 就是因為煩惱臺灣最后會越來越外向美國 迎接新的一年 李一月十三 總統代算存不兩禮拜 中國又跟主席習近平 三十日晚上發佈日空日出新年電視單位 在那兩天議題他說 祖國統一 使得屬必然 學者分析 也想要影響臺灣代算的意味增高 馬上要共創什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等 這是他們的一種基本上一種同戰的宣傳的用語 政府宣傳說對習近平的發言已並沒有意外 這是北京主帽輕盈的公法 也分析當時和台北平熱消費 是特殊加度 歡迎中國交流的情緒 不希望臺灣驚向沈臂 自立的局面 三十日中國勇士 公開兩款歌車做個演唱的壓批 十三位臺灣的歌車演唱名才會更好的這塊歌 也有藝人說到兩款一家親 讓他們看作通勢的意味增高 現在也團出台企連要求台商 稍微管管給國民黨 環府賣手就要計200塊 才好便室是台商官的 請給各界解討 協議會利用台商蓋濟選舉的嫌疑 民進黨已經緊張到或者是已經瘋狂到 無所不用其極 每天都搞任何的手段 放假消息或者是製造假新聞 這一方面是中共外力介入 臺灣自由民主選舉最明顯的例證 臺七年竟然甘於擔任國台辦 監控台商是否有捐款的打手 中國軍控制但持續就要攔臺灣 一直到再起六點為止 港紅報將帶到四隻中國軍機 四隻中國軍藍 持續在台海附近的華東 國軍持續嚴備感控和營養 記者綜合報道